好 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火山地震频繁 要带您来到的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的大岛的火火山 基拉维尔火山 在六月底的时候就开始喷发 高温的熔岩以每小时10到15公尺的速度 慢慢慢慢的往大海的方向流动 所以它所到之处都是焦黑一片 而且在这几天 已经流到了一个当地原住民族聚集的 部落的边缘 不过官方还没有要求强制撤离 对当地干纳嘎族人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大自然的现象 其实基拉维尔火山从1983年 就开始不时的喷发 根据报道最近喷出的岩浆 是一个新的火山口喷出来的 岩浆慢慢的流动 形成了一条大约50米宽的火山岩浆带 开始的往第一处流动 10月28号这一天 已经是它最接近人类居住的地区 不过因为根据 加纳嘎族人的传说 火山女神跟海洋女神本来就是姐妹 那么姐妹当然总是会想要见面 所以火山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喷发流向大海 原住民族人轻松面对 不过已经有建筑物被摧毁 不幸中的大幸事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从高空府看一片蜿蜒的黑色还冒着白烟 这里是夏威夷大岛的巴厚阿区 这条缓慢流动的岩浆河是从临近的吉拉维厄火山流出 从六月以来就一直朝巴厚阿人口聚集区流动 移动速度一小时约10到15公尺 在10月29日流经一座墓园 来到一个大多是原住民族人居住的村落的边缘 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 依照岩浆流动的方向 不会威胁到主要人口聚集地和商业区 而是往较少人居住的边陲郊区地带流动 由于岩浆温度高达900度 所经之处一片焦黑 树木青岛烧焦 有些居民担心会受到波及 开始打包夹当准备撤离 不过却没有慌乱逃离的紧张气氛 根据当地原住民族人的说法 岩浆最终会往海岸流去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不需要慌张 因为火山女神Pele 和海洋女神Namakao Kahe 是一对姐妹 面对自然现象可能造成的威胁 政府尚未发布强制撤离的命令 只是加派警察 军方驻守 已被不时之需 当地居民的态度也是淡然处之 依然看书 喝茶 根据官方的说法 岩浆中将会流入海洋 大约还有十公里远的距离 这一点和原住民族人的说法 不谋而合 基拉维尔火山从1983年起 就持续活动喷发 这一次的岩浆喷发 从6月27日开始 目前尚未有伤亡传出 也还未实际造成防射的毁损 记者读戏 陈明文 整理报导